根据首相办公室一名官员证实 国家园首苏的穆罕默武士 今年9月9号的华旦 将破例完全不次封薰弦 针对这件事 首相东马哈迪 今日在击打慰问风灾灾民 被媒体授寻时 就做出以下回应 据知一般上授封名单 是由政府提成给国家元首的 所以相信原有的授封名单 是由前朝政府提成 因此必须重新审核 无论如何 华旦当天只会有国家元首发表遇词 以及敦马发表贺词